自从2016年由菲律宾主导的南海仲裁冒剧之后,我国南海坚持平静。 然而,西方国家将南海作为制约我国发展的一张牌来打地想法一直存在着,美国、日本、澳大利亚等亚太国家,都经常把南海利益挂在嘴边。 作为日外国家的英国,也一直在刷着存在感,英国国防大臣贾文威廉姆森,将在伦多皇家联合职中学院,RUSA,发表讲话时就表示, 英国将派遣皇家舰队A-MS旗舰伊丽莎白女王号搭载着F-35B隐形战机来南海,地展示英国影实力。 伊丽莎白女王号是英国最先行的航空母舰,也是英国历史上最大的战舰,全长280米,重6.5万吨,飞行甲板总面积约16000平方米, 最多能容纳36至40架舰载机,包括4架直升机和36架F-35B型战斗机,具有非常强的作战能力。 英国将其派遣到南海,充分说明了,英国对在南海发承载感是如何的迫切。 其实早在2017年7月,市任英国国防大臣迈克尔法轮,就曾声称英国计划2018年向南海派遣航母,维护所谓以法制为基础的国际体系,进行所谓的自由巡航,然而计划赶不上变化,最终只是派遣了一艘老旧的护卫舰,发色蓝号来到南海,最终被我国16艘军舰护送了出去。 今年1月16日,英国皇家海军的导弹护卫舰阿吉尔号与美国海军麦凯贝尔号,导弹驱逐舰,还在中国南海组织了联合军演。 近期威廉姆森还曾对外宣称,英国脱欧后将在南海、加勒比海等地区建立军事基地,真正发挥全球作用。 实际上,英国的各种外交国防事务,都是以大西洋为中心的,在亚太地区并没有太多的利益,之所以不停地在南海问题上恶心我国。 就是仍没有从日不落帝国的九日美貌中苏醒过来,帝国虽然不复存在,但英国人的心态仍然高傲,经常在南海走一圈绕一帐。 对中国这个崛起的大国指责几句,会极大的提升国际曝光度,如同走红地毯一样,即使是过了气的明星,也可以通过网红台上操来找回外众瞩目的感觉。 另外,脱欧问题,将英国搞得焦头烂额,英国的当务之急,是在脱衣欧盟这个框架后,如何重新确立英国与其他世界各大国之间的关系,尤其在经贸方面,失去了欧洲这个5亿人口的市场,英国就必须在亚太这个最大的国际市场取得突破,尤其是与中国建立良好的经贸关系,单上中国经济发展的变车,否则英国很难维持, 不可能一边盖着中国的钱一边恶心中国,这种政策是难以为继的。 其实,现在的伊丽莎白女王号只是一森空壳,上面配套的F35B海外到货,预计要到2021年才能正式部署,所以即使伊丽莎白女王号来南海,也是2021年之后的事情了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